演员李中硕和歌手兼演员IU李志恩正式公开恋爱消息后 李中硕之前关于理想型和未来家庭的发言也受到了关注 李中硕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将演员李奈应选为理想型 然而今年2月在接受采访时 当被问道 如果神能满足你一个愿望 李中硕却回答 请指明我的理想型 希望神能指明我未来的配偶 他还说 以前只是茫然地被问理想型是什么 然后茫然地回答 但现在我明确地觉得 如果能和这样的人结婚就好了 首先明智 坚强 值得我尊敬的同时又很可爱的人 在二选一提问中 被问道 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时 李中硕坦言 以前想着粉丝们 所以回答是爱我的人 现在想回答的是我爱的人 我好像有可以付出的余力了 感觉付出更让我快乐 而在回答 如果可以长时间休息的话 想做什么时 李中硕笑着表示 上新郎课 我好像对家人和家庭有些幻想 新郎课 应该会学做料理 还有帮我未来的妻子按摩之类的 能学到各种各样 有助于建立和睦家庭的东西 不仅如此 李中硕还提到自己经常听的歌曲 是子宇林的《永远永远和IEO》的《冬眠》 这两首歌的歌词很打动他 此前12月31日 韩梅蒂社独家爆料 李中硕和IEO正在交往 两人还被拍到在日本约会 不久后 双方经济公司均出面承认了相关消息 李中硕所属经济公司表示 李中硕演员和IEO从亲近的同事关系 发展成为恋人关系 正在认真交往 为了能够延续美好的爱情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同一天IEO所属公司也表示 IEO和李中硕最近从多年来相识的同事 发展为更好的缘分 希望粉丝们给予温暖的视线 据悉 李中硕和IEO的缘分 始于2012年 一起担任SBS人气歌谣MC 两人相识10年日久生情 最终发展为恋人关系 在年末30日下午 由金胜柱和崔秀英担任MC的 2022 NBC演技大赏 在首尔上言动MBC公开大厅内举行 因为今年MBC携带金汤池近婚令 明天Big Mountain等多部优秀作品 所以演技大赏颁奖典礼 也备受期待 最终 演员李中硕时隔六年 再次获得了演技大赏 成为了昨晚最受瞩目的赢家 演员李中硕凭借电视剧Big Mouth 荣获演技大赏和最佳情侣奖 虽然剧中CP甜分不高 但也是众望所归 由李中硕 林允儿主演的Big Mouth 最高收视率曾达13.7% 是今年MBC产出的 迷你系列剧集中最成功的一部 这也是李中硕在2016年 搭霸了两个世界后 时隔六年 再次获得MBC演技大赏 登上领奖台的李中硕 首先向拍摄团队依次传达感谢 成为三十代后 时隔很久 通过回归作品和大家见面 承蒙大家给予厚爱 还颁给我这么大的奖 感觉责任感和重担 与二十代时不一样 接着他继续补充 这是我时隔很久演戏 也是我第一次挑战题材类作品 所以会有许多令我害怕的事 但非常感谢选择了这部作品 并帮助我顺利完成拍摄的导演和工作人员 也真的很感谢 一同在监狱中受苦 在监狱外孤军奋战拍摄的演员们 同时 李中硕也发表了一段意味深远的获奖感言 在我服完兵役后 有过许多苦恼 恐惧和痛苦的时期 那时有一位帮助我 让我积极思考人性化方向的人 我想借此机会对那位说 谢谢你让我一直这么帅气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非常非常喜欢你 也十分地尊敬你 看到那位朋友会让我经常想到 之前我应该更努力地生活 要成为更好的人 对于过去的日子 我反省过很多次 想着 如果能做得更好就好了 成为更好的人就好了 今后为了成为更好的人 会更加努力 感谢给予的这个奖 我将以此为动力努力生活 成为更好的演员 而这一番发言 也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纷纷引发大家的猜测 李中硕是不是恋爱了 李中硕因在颁奖典礼上 发表获奖感言时提及特定人物 而迅速成为了话题 引起媒体争相报道 当天上午 所属社就此发表了官方立场 李中硕所属经纪公司的相关人士 就李中硕在获奖感言中提及的那位表示 是表达了个人对那位的感谢 因为要顾及到那位的心情 所以没有直接透露信息 只是对感谢的人进行了问候 下午 韩梅蒂社随即独家曝光了李中硕 与阿优两人正在交往的事实 蒂社方面表示 双方熟人透露 家人已经承认了恋爱 阿优为李中硕的妹妹献唱了婚礼祝歌 李中硕也在圣诞旅行中招待了弟弟 并给出了二人约会的行动时间线 李中硕20日前往大阪举行FM 阿优24日飞往明古屋 两个人的最终目的地 是位于明古屋的最顶级度假村 在李中硕结束FM后从大阪前往明古屋 而阿优则是和弟弟一起前往 据悉 李中硕在经纪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亲自准备了此次日本之旅 双方熟人表示 李中硕亲自预约的酒店 并申请了接机服务 而且这一次李中硕的行程 完全是魔鬼行程 20日到27日 往返于日本的三个城市完成FM和约会 同时还要照顾阿优的弟弟 约会结束后 二人分别离开 阿优从明古屋乘坐飞机 而李中硕 则是经东京入境首尔 尽管二人小心翼翼 但还是被观察到 是情侣的蛛丝马迹 戴着同款眼镜 背着同款包 而阿优的熟人通过地设表示 双方对彼此有着积极的影响 成为恋人大概已有四个月 以前的李中硕 曾经有着略过恋爱 直接结婚的念头 但后来渐渐明白了 恋爱的意义和重要性 认为比起婚姻 恋爱就是对方无条件地在自己身边 也因此逐渐改变了以前的想法 李中硕曾在访谈中透露 在拍戏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还是比较向往剧中 那种天真浪漫的爱情 而且在看电视剧秘密时 他因为剧中 我爱你胜过爱自己的那一句台词 而感到非常悲伤 也因此想要像剧中主角一样 想谈一场死去活来的恋爱 如今与深爱十多年的阿优相恋 真的不要太浪漫 李中硕和阿优在2012年 曾合作主持韩国电视台SBS的 音乐节目人气歌谣 当时已对他萌生爱意 他说 大家12月31日 看到报道后应该很惊讶吧 报道中的那位朋友 我们是在20岁中期结缘 一直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 当了很长时间的朋友 直到现在才变成这样 这时的他一定很幸福 恋情公开之后 粉丝们又纷纷挖出 两人当年一起工作时的打闹场景 尤其是阿优为李中硕 庆生的场景最为吸睛 李中硕快要过生日了 阿优拿着蛋糕 亲自为他唱歌庆生 并用比起爱情 目前还是很想和你变亲近的阶段 帅气的中硕先生 祝你生日快乐 代替了亲爱的这句歌词 听到阿优唱歌的李中硕 直接笑道和不嘴拢 非常喜欢这个生日礼物 不过其实 早在11年前 合作过的两人 其实有过一段互相讨厌的时光 一度传出不合传闻 2013年时 李中硕做客了SBS节目《画神》 被问及 你和阿优在待机室里 是不是一句话也不说时 李中硕表示 从未聊过私事 阿优说要区别与其他音乐节目 提议玩cosplay 我俩模仿过雪人 这个杀手不太冷 男主角等等 我确实有点烦 我属于会害羞 老老实实主持的那一类 有些观众会觉得我毫无诚意 阿优则是非常可爱的 国民妹妹形象 大家都很喜欢她 但我却觉得她有些讨厌 可是还要经常见 不过后来不主持了 反而有些不舍 可能讨厌也是一种情感吧 后来我还问过她 当时为什么要那样 她告诉我说 只是希望好好主持 我跟她说了这些之后 她还笑话我 问我怎么可以告诉编剧 不过 现在我和阿优是 为数不多的朋友关系 不久之后 IU也亮相了同档节目 提到李中硕时说道 完全不知道李中硕会讨厌 看了节目之后 我才之后她原来那么不喜欢啊 后来我发短讯向她道歉了 如今这些点滴回过头来看 这样的欢喜冤嫁 真的很难让人不祝福 可能也是因为 一次次不一样的沟通与碰撞 才让两个顶流情感 突破朋友的界限 在新的一年 希望有片商能促成二人的合作 来一次荧幕轰轰烈烈的 真情侣大戏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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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